两岸学者面对面第十场活动 两岸学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两岸学界在探索过程中 要着力明确高质量统一的内涵和形式 把握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 不断开辟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性进点 一国两制在台湾是长期的被污蔑 甚至故意的漠视它 所以一般看不太到 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内涵 以及精神是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台湾民族知道 统一势在必行 无可回避 在我看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制度是不够的 它应该是一个制度体系 深化的话它应当在取向 第二个层面的执行机制 监督机制和政策措施方面去深化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台湾在统一后 不仅可以保有原有的制度 原有的生活方式 还可以获得较大的 估计活动空间 还有一些狮子的便利 这是有关台湾同胞的好处 一国两制 深入台湾的这些情况 一定要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 第二个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个会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推动统一的力量在人民 所以我们该做的其实是怎么样 改变民意 翻转民意 可以团结的人越来越多 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到的 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引领这个民意 我想这些成果是很丰富的 内容也是很全面的 这些成果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它为大陆的对台 决策部门 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 第二个 它为我们研究界 今后继续研究两制台湾方案 奠定了坚实的前期的基础 祖国统一大业 任重道远 但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 不可阻挡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